社区投资共享基金 自2002年成立以来 资助近500个与全港各区开展的计划 编辑社区支援网络 建立互助互惠等社会资本 今年有7个基金资助计划 荣获社会资本卓越计划奖 一起看看他们的卓越表现 过去两年的疫情打乱了市民的日常生活 但常言到有危便有机 以下计划临危不乱 灵活变阵 令平日所建立的信任 互助网络等社会资本 在疫境中及时填补恒常服务的空隙 疫情下 长者因为大多数都触不出户 久而久之成为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压力 终于有乐见到这个社区需要 所以鼓励一班计划的楼长走多一步 学习新科技 用科技执行楼长的职务 联系街坊 除了村内的长者之外 计划亦都联系区内青少年 用视像WhatsApp等等 和长者配对探訪互相打起 计划在疫情下创造了不同的可能性 我们曾经以为社交距离 会令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 但原来有科技的帮助 仍然可以做到距离虽远 但心不愿 深水埗兼线一带 接近3000户的劏房户 有利和睦程系互动深水埗计划 建立了楼长制 鼓励居民成为楼长 招援区内隐蔽和有需要的劏房家庭 由于劏房环境狭窄 但是都比较少公共空间 所以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策略 是联系区内的小店 借出空间 凝聚不同的居民 计划推行了几年 已经很有成效 居民由一开始 国家字数门前说 到了今天 已经可以团结起来 在疫情期间 更有楼长会成为 社区抗疫支援队 为确诊和居家隔离的伦理 上门提供物资支援 他们也会组织清洗后楼梯和天台 合力改善环境卫生 每个劏房居民的背景都不同 加上流动率高 其实要捉起伦理互助网并不容易 但是在疫情下 这些互助的故事 正正就是反映出 只要有心 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出社会资本 面对人口高龄化 政府及不同界别 均致力推动长者居家安劳 以下计划 成功打破年龄地域等界限 为长者捉起支援网 协助他们实现居家安劳 俗语说三年一个代河 但是老友敬舞团 一群青年人和长者 就打破了这个定律 用行动去证明年龄红河没有怕 老友敬舞团用舞蹈为介入点 推动荃湾及葵青区青年人发挥所长 担任长者的舞蹈老师 加班老友记跳街舞 我们很高兴见到长者透过计划 可以提升到自我价值 重新和社区连结 亦都见证到两代人 建立一个亦施亦有的关系 计划亦都联系了不同的地区团体学校 进行社区巡演 同时亦都在媒体分享 给大家见证到长者活力的一面 亦都在社区建立互助互惠的文化 平州有五分一人口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但是小岛远离市区 资源和长者支援服务相对比较少 所以建立岛上的轮理互助网络非常重要 平州落零会计划 培训居民成为核心义工 透过定期的配对探访 了解长者的需要 以及发掘社会资源作配对 计划同时成功结练了17个团体 建立跨界别协作平台 平州关爱同盟 我们同时组织了17间地区商户 成为平州爱心商户 更加有效地集结资源 支援岛上的长者 好举兴计划这几年在岛上推展 为平州注入人情味 令这里不再是孤岛 而是让长者落享其年的小岛 近年有不少新公共屋村相继落成 社会资本在这些新社区 亦发挥着显著作用 以下由基金资助 在新屋村推行的计划 帮助人生路不熟的新居民 尽快融入新环境 建立伦理网络 以及加强对社区的归属感 八田村是原区安置的重建社区 部分居民已居住在区里面四十多年 八田康乐家地区支援网络计划 善用旧居民的网络 和对于社区熟悉的优势 鼓励他们成为义工或者留长 协助新入伙的居民融入社区 拉近新旧居民之间的关系 计划亦都运用机构本身 在八田村多年来累积的网络优势作为起点 在未入伙之前 已经和社会福利署、房屋署建立协助平台 做好支援新居民的规划 计划亦都积极联系区内、区外不同的界别 为新居民提供所需要的协助 就好像协助新入伙的独居长者 验楼、铺地板、借用工具等等 善用各界的专场为居民建构安乐和 东涌是一个地区偏远的新市镇 近年先后有多个屋村落成 其中营东村在2018年入伙 所以我们都开展了共建营东这个计划 去支援居民适应新社区的生活 计划组织和培训营东村居民成为楼长 还组成几个义工队 鼓励居民发挥所长支援不同的社区需要 例如维修队协助进行各项的简单家居维修工程 和青年义工队协助SCN小朋友进行社交训练 计划也善用了东涌区内有不少新基建的独特支柱 开拓与建造业的合作机会 为居民带来一些本区的就业机会 也都动员建筑公司的人员成为计划的义工 全方位地支援居民的需要 启德是近年重点发展的新社区 加玛里关爱社区共享计划 主要协助这区的启程村、特朗村的家庭 发建伦理支援网络 计划招募区内的家庭照顾者 特别是妇女成为楼长 我们见到楼长不单可以在日常生活上支援伦理 在日常之下的角色更加重要 例如他们会帮助有需要的家庭 扣买日常用品 妇女之间互相帮手照顾小朋友等等 计划其中一个两点就是加玛里士多 鼓励居民成为义工 累积义工时数 然后在加玛里士多 换取企业捐赠的物资 藉此鼓励居民持续参与社区 建立互助互惠的文化 在义工和楼长的努力之下 计划成功将家庭和伦理连结 共同建设出今天出满 人情美的启德社区 感谢以上得奖计划的努力 希望他们的工作 能够启发各界一起开拓 更多设合社会需要的协作模式 为首跨越未来的不同转变和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